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9月5日陕西咸阳公安局在中国各媒体上发出了一则语焉不详的悬赏通告 称当第7月发生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 5名涉案嫌疑人在逃通告发布了该5名嫌疑犯的身份细节 并标明了悬赏奖金 呼吁民间举报 但通告完全没有透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案件一时吸引了大量网民关注 对于习惯了中共的黑箱操作以及不透明政治体系的中国人来说 第一时间就想到此案件显然是牵连到了地方的高层 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呢 当今中国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着恶性杀人事件 绝大多数的肇事者都是生活压力太大 心生绝望或仇恨心导致失去理智 最终都选择了报复社会 令很多无辜者天降横祸自得失去生命 不管肇事者出于什么原因 其伤人的行为都会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 但有一种例外那就是高官被杀 一旦发生中共官员被杀 舆论往往都会出现较好的声音 在一个无关不贪的国家里 民众对地方官员普遍仇视 因为当官员与百姓发生矛盾冲突时 中共的法律永远站在官员一边 也由于这个原因 每当受害者是官员时 凶杀案件自始至终都会充满悬念 真相往往是国家机密 据信中共当局严格控制官员被杀消息的舆论导向 是保护党的形象以及担心百姓效仿 据咸阳公安局的悬赏通告所述 该局正在侦办一起严重刑事案件 经查张志豪 冯龙 赵俊庆 张鹏飞 景薇薇等人 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2024年7月19日潜逃 通告显示他们的年龄在29到37岁之间 凡向公安机关提供有效线索的举报人 将获得1万至3万人民币的奖励 通告发出一周后 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 开始透露案情细节 好奇的网民试图从一些信息中 还原事件真相 但由于事件太过与敏感相关的消息 很难从官方得到证实 而相比之下 官方公布的消息更缺乏可信度 这就是中国网民在聚焦一个事件时 没有统一说法的原因 有网民称这5名嫌疑人 于7月中旬组团前往咸阳市的 一位高官家中讨说法 结果将高官一家灭门 据微信聊天截图显示 5名作案的嫌疑人是中共退伍老兵 他们并不是为了抢劫 来自河南登峰的张志豪 是一家拥有5000平米的浴池经理 5人都是有钱有工作的 并不是穷人 无业盗窃者 据一位自称是陕西警察 吴永强在其朋友圈发布的消息显示 2024年7月19日 陕西咸阳副市长王洪斌 一家12人遭到袭击 其中11人死亡 1人受伤 地点发生在商洛市 商州区腰市镇县泄村 该警察称上级有指令 不得报道此案 一位陕西省咸阳市当地居民 方浩向海外媒体透露了更多信息 称他认识5名通缉犯的其中2人 张志豪与张鹏飞 据方浩表示 案件主谋是张志豪 他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 黑白两道通吃 身价几千万元 经营按摩一类的洗浴店 其他4人都是他的员工 说到杀人动机 方浩表示 张志豪出手是为了摆平其姐夫 于建邦遇到的麻烦 于建邦在当地经营灰色企业 很有名 是一个家喻户晓的黑道人物 曾是当地人大代表 他创办了 玉纸添礁养生会所 是一种高档的按摩院 在全国各地有几十家连锁店 后来于建邦移民英国 他将这些店都交给张志豪 与他的一帮兄弟管理 消息称 于建邦在境外给中共 陕西咸阳当地的官员洗钱 前不久 于建邦回国被警察抓捕 万浩说 张志豪找关系想摆平 这件事应该是与上面的人没有谈妥 带5个兄弟到了官员的家 具体发生了什么 无人知晓 这位官员应是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中共当局没有公开证实 王鸿斌全家惨遭灭门的消息 据百度显示 王鸿斌现年52岁 现任陕西省咸阳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组织部部长 他是一个实权派 几乎掌管所有与咸阳市相关的人力与物质 同时还控制着当地的公安与部队 据网络消息显示 事件发生后 陕西各个出省的车站 地铁 特别是西安车站 呈现严查状态 外地租客也遭到盘查 西安卫央区一民众称 他租住的公寓7月份时被查了两次 警察进家查他身份证两次 当时他还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查访 后来看到网上关于杀人事件的传闻 他认为应该是因为此事才被查访 中国的整个监控体系 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安装有摄像头 民间的任何犯罪行为 几乎都能在几天内破案 然而此案发生后超过50天 中国警方仍未掌握任何一名嫌疑人的去向 足以说明此案不简单 行凶者的背后有一股保护的力量 此案的真相或将永远不为外人之 舆论表示如果被灭门的对象 的确是王红兵的话 那王红兵本身就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如今的下场也算是除去了一个公害 受访人方浩也告诉媒体说 警察当然不敢把真相讲出来了 如果说出来了谁还帮你抓人 现在中国人一提到死个关都开心的不行 全都放鞭炮 我看评论里都说他们是英雄 推主谢万钧在X平台推文称 类似的事件发生频率正在逐渐提高 中国很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据网络流传的消息称 张志豪与张鹏飞已经投案自首 但此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旅居欧洲的中国法律学者杜文表示 中共对这类事件被避免引发公众 对政府稳定性的质疑或者产生社会动荡 甚至引发一种效仿的连锁反应都不报的 官方媒体被强调的是正面宣传 宣传社会正能量 杜文还称经济恶化社会矛盾加剧 杀官仇官将会愈演愈烈 或许是陕西咸阳案件太过神秘 政府当局表现出高度紧张 引发许多网民的联想 有网民表示 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处在政府高层 把方向对准领导是正确的选择 还有网民认为 中共作恶多端 如今有人找上门来了 坐不住了 中国就有希望了 更有网民希望 受压迫的人应该挺起腰杆 揭竿而起 开启孟加拉模式 就在人们聚焦讨论 咸阳五药犯案件时 网络上又爆出另一个离奇的事件 2024年9月19日上午9时12分 湖南省财政厅长刘文杰坠楼身亡 显然遭到谋杀 而与此同时 另外两名男性也坠楼身亡 事发地点在长沙市天心区 一查厅项18号的湖南省财政厅家属楼 也是刘文杰的厅长宿舍所在大楼 多名物击人士指出 案发现场已有三人坠楼均已死亡 正值地方财政恶化 官民矛盾加剧 湖南省财政厅长被杀的消息震惊中国社会 再次激起网络热议 中国网管当局紧急封禁社群相关话题 试图阻止民众议论 据网络消息称 刘文杰与31岁的江一辉 35岁的江辉 有人民币6000万元的财务纠纷 两嫌犯早上办成保安 清洁人员进入湖南财政厅宿舍楼 又进入刘文杰家向他讨要本息畏果 双方发生打斗 之后刘文杰被捆绑 并被放置在阳台外 结果坠楼身亡 江一辉与江辉为何也坠楼身亡 网络上流传各种猜测 消息称江一辉是岳阳市平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江辉是岳阳市百名优秀青年 他们都拥有自己的企业 而公开资料显示 刘文杰女性1966年10月生 湖南连园人 在湖南省财政厅工作多年 历任财政厅行政政法处副处长 财政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财政厅人事教育处长 以及财政厅党组成员 总经济师 副厅长 湖南省纪委常委等职 2022年12月28日 升任财政厅长 并任财政厅党组书记 据当地人士称 该社区有严格的保安人士守护 平常陌生人难以入内 9月20日 湖南长沙市公安局发通报 给了一个不一样的版本 通报称 江亦辉是平江县天号实业有限公司 等单位法人 股东 2019年至2022年 在外省从事家具生意 期间多次往返澳门赌博 欠债1200余万人民币 事发时 31岁的江亦辉 与35岁的江辉 潜入刘文杰的住所的 13楼楼梯间蹲守 当刘文杰离家开门时 两人持刀将他劫持进入房间 结果打斗中 刘文杰与江辉同时从窗户坠楼 江亦辉则试图 企图透过窗帘下滑至 12楼逃离现场 不料却也坠楼身亡 通报专文指出 未发现刘文杰及家人 与两名嫌犯人 在案发前有交集 有网民表示 通报明显将案件限制在 歹徒抢劫的范围内 以此维护财政厅长刘文杰的名誉 阻止网民继续讨论 三者之间的关系和细节 但有人表示 如果是单纯的抢劫 说明两位嫌疑犯 确认刘文杰家中藏匿了大量的现金 否则怎么会冒那么大的风险 警方回避了这个重要话题 此前据微信公众号 芙蓉公安19日消息 湖南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 发布警情通报 刘文杰遇害案发生后 一男子为博人眼球蓄意编造 不识信息被刑拘时日 在缺少言论自由的中国高官出示 一切必须依照官方统一的说法 妄议中共官员属于犯罪行为 中共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堵住老百姓的嘴 也有网民认为 这个当大官的都存在 经济问题各个都不是好东西 付出生命代价也是早晚的事儿 很多人对此表示 中国人懦弱饿死也不会反抗中共 但实际上这么多年来 逼到绝境时 中国人维权行为时不时会爆发的 据海外根据中共透露的统计 一年都有上千期 比如白纸革命 西洋革命社保维权 教师讨薪存款不抗议 PTP静坐 这些年类似事件层出不穷 进入2024年以来 中国各地名杀官事件更是频发 8月16日 X账户Daniard Fang发布截图消息称 近日山西太原一名转业军人 因中共当局拆迁处理不公 将县委书记 拆迁办主任 综合执法局长三家全部灭门 目前嫌犯在逃 该消息目前无法核实其事件的真实性 也未见官方对此回应 熟悉中国国情的日本 金刚大学人类学教授杨海英 曾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不时出现类似案件 反映出中国官民关系 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杨海英说这里有一个前提 就是党永远是正确的 即使党犯错 也只有党能够伸张正义 民也就没有这个权利 民如果取得正义的话 也是党所允许的 党为你伸张正义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就是 官逼民反民不得勿反的状态 今年年初 一家作为中共大白宣之一的港媒 重新翻炒一则28年前的旧案 副国籍领导人李佩瑶 如何会死在武警哨兵的刀下 该旧文引起读者兴趣 除了因为案件本身过于蹊跷之外 当下重新翻炒是否在暗示什么 1996年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佩瑶 在家中遭年轻武警砍杀后身亡 震惊中外 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有国家领导人遇害 李佩瑶遇难时63岁 李佩瑶的父亲李继申 是前中华民国陆军上将 1945年抗战结束后 宣布脱离蒋中正之中国国民党 并投靠了中共 由于李佩瑶的背景非常特殊 对于他的惨死当时社会流传着多个版本 其中的一个版本是署名无欢撰写在网络上的 大致内容就是李佩瑶生前已经与妻子分居 李佩瑶的一个名叫张金龙的贴身护卫 见他可怜 并把自己的妹妹从农村找来给李佩瑶当保姆 没想到李佩瑶糟蹋了他的妹妹 至其怀孕后又无情的将其赶走 张金龙气不过于是义愤杀人 但官方最后定案称 那是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 这里住着40多位副部级以上的高干 驻有武警27名官兵 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平时一人 孤住在一座空档的二层独栋楼里 没有贴身警卫甚至也没有保姆 法庭称凶手是一名在该处执勤的上等兵张金龙 因为偷窃被李佩瑶撞破 于是遭到张金龙残忍的杀害 中共官方还专门表示 事件没有涉及政治因素 1996年5月2日 张金龙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但28年过去了 舆论一直对这样的官方定论表示怀疑 认为整个案件是一个悬案 因为官方曹帅的枪决了所谓的嫌疑犯 却隐瞒了真相 官方对李佩瑶被杀现场的描述 足以证明凶手对李佩瑶的愤怒程度 绝非因盗窃被撞破而起杀新那么简单 其中有人表示在中国 官制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配有贴身护卫 或保姆是常理 为何官方要否认 那个时期 中共最高领袖是江泽民 正值于台湾时任总统李登辉 发生言论对抗 而李佩瑶是当时对台统战宣传的重要人物 舆论认为 中央为了继续利用李佩瑶这块牌子 不惜掩盖了李佩瑶的死亡真相 至于为什么到了今年有媒体将这个旧案又被翻了出来 那就不得而知了 或许是在警告那些当官的 小心重演李佩瑶的悲剧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出了大问题 中国社会上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 甚至发生了个人在闹市区挂标语和网上对习淘机的舆论称 中国绝对不缺乏那种揭竿而起的人物 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引发巨变的导火线 海外民运人士王丹分析称 如果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如贫富差距 官员腐败 社会公平感缺失等 社会的不满情绪会继续累积 暴力行为将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最终也将危及中共政权 好 感谢您收看 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